还记得上次李东田老师给我剪的刘海二帽 要带我讲一下 啊真的吗 最近你们觉得很好看的发型 也是出自李田之手 最近就觉得 在意识是有一点不一样啊 这个老师帮我省了一百万 是不是因为你比较聪明 全国的李太店老师都叫聪明啊 超美十足 三十年我终于找到答案 哈喽 哈喽 蕊丽 老师要给我剪刘海吗今天啊 我觉得应该剪个刘海吧 太好了 上次你给我剪的那个刘海 他们都说很好看 后来再也没有剪个好看的刘海 我让李发誓给我剪了一个空气刘海 要开始剪头了 老师你现在已经不对外剪头了吧 也剪也剪 都是明星咯 可能明星比较多了 什么杨子雄啊 许晴啊 那我觉得待遇也太好了吧 老师看到我现在的发型 说赶紧帮我再剪一下 对 因为我觉得你头发真的有点太长 刘海太长还是什么太长 刘海比较长啊 后面我觉得是稍微修一下吧 好呀 一点点啊 嗯 自己剪刘海好像就随便咔两下 但是出来效果可好 够我炫耀一个月的了哈 每天发自拍的 人有了刘海之后 一下就温柔了哈 嗯 只不过是自己在家能剪刘海 自己要会剪的话 在家里也可以 文贤老师清传自己在家剪刘海的技巧 比如说把刘海你噴下来以后呢 关键的是你要确定这个长度 之后呢有一个最最关键的点 因为很多人剪完了以后 不容易被拱起来容易趴着 这样的话呢 左右的头确定好了以后 应该有一个这样倾斜的角度 把它稍微修一下 这样的话呢它重量就 轻一点是吗 对 它就会自然弄下 所以确定长度 然后再加上刚刚那一个修剪的角度 对 这个修剪的角度 很多人在家容易剪到狠死了 对 因为很多人是这样剪 就狠着剪 对 所以剪完了以后呢 还要把它提起来 再保证这个长度的形成一下啊 耳朵前面的这一侧 周底有一心肌 你往后翻的时候 它就有这个layer的感觉 回去把这一段 仔细回放观摩 我家里有几顶假发 回去看视频 我自己对着假发剪一剪 先打磨一下技巧 如果自己在家剪毁了 不要找我们 这是手的问题 不是我们视频的问题 在生活中啊 弄头发其实呢 就主要是脸四周的 后面的头发呢 就如果想显瘦的话呢 就头顶的这部分头发 就剪得摔方的 方形修剪 我认为是最理想的 把这个两边的头拉起来 嗯 是剪范围啊 对 把整个范围剪掉 它怎么会让它方呢 提的角度啊 提的角度是个垂直的角度 如果拉起来 是不是跟这里垂直啊 哦 是 头顶的头一方呢 脸型就瘦长了 我其实没看懂为什么会方 但是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现在有很多发现是会这样 对吧 我特意不建议这种方式 头发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开叉 还会翻窍 其实那个打包呢 是要均匀地修剪 才能让头发的形状变得好看 诶 老师 你不是这样要考虑啊 你剪得发量多的东西 可以多多推荐给我 没问题 我的粉丝需要 不是我需要 对不对 你需要的投机 上次去你那搜罗啊 哈哈 好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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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巾一直在安慰我 但我感觉 我已经剪了很多头发下来 It's okay Don't worry Don't worry 剪完了以后 你会看起头发多 有层次感了之后呢 它会拱起来 所以很多人呢 就说我头发少 我要留棋 越留棋 越先少 其实它头发也是一个空间 一个裂体的代表 对 为什么很多人说 虽然头发希望这头顶子上拱起来 对吧 很多很多人早上都说 哎呀我这头两臂太平了 是我 你们也是对不对 实际这个困惑 在修剪的过程中就可以了 如果头发本身剪得不好 就像你后来用很多 又吹了又这又那 也会看 对 诶 你叫Tony 对吗 诶 是不是因为你叫Tony 所以后来全国的理发店老师都叫Tony 是的 我就是Tony本拓 Tony 十足 三十年 我终于找到了答案 度假的时候 会有一个优势在哪呢 比如说你把头发梳起来了 一抖 它这个前面往它掉 让它稍微卷一点 嗯 都可以了 太阳穴 颧骨 都会有帮助 剪个头发竟然有整形的效果 现在老师帮省了一百万 我现在真的觉得头发轻了 有没有感觉你头发多了 哦 就是它有一个这样的包裹的感觉 上面是蓬松的 下面反而是一种很轻盈 想看看吹完的效果 好期待哦 平时吹头发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点 就是说老式的吹风机呢 是比较热 如果你漂过头发 或者染过头发 太烫容易损伤 所以呢我觉得可以用一些混合风 一直还是一个很温的 对对对 很烫的 没错 现在很小巧 颜色我觉得好看 你的合作款 对对 直白 这个直白就叫负离子这种功能 头发吹完了以后 看见有光阳 所有的头发呢 在湿了以后 比如说你要吹头发 把它吹吹吹顺 第一次吹的时候 要一定要吹过发尾 如果在生活中不吹过 它很容易打结 然后你想要什么形 想要什么效果 再吹一遍就可以了 终于知道我为啥头发会打结了 因为如果发尾不吹 它湿的 反而更容易产到一起 水到了 如果是更高的话 你就可以吃完了以后 在这儿等一等 等一等 蓬松发根的技巧 就是等等的 还等一等 你看 是不是拱起来了 还有简单方法 把头完全倒过来 倒过来吹 哇 好好看 负离子吃完了以后 光泽 真的是挺棒的 我们可以用一些蓬松水 喷在这个发根处 看完这个以后就不塌了 大家好 我去吃饭了 我的心发型 国外的采中大师 好像都会有自己的这种特品级 是的 我是冬田老师的 你们这是谁 不是刘嘉玲吗 不是 你们猜这是谁 这人叫纳英 跟我们印象中的她很不一样 虽然很眼熟 但是我上次的名字 陈川 比如说现在也很火 紫琴 太漂亮了 这难道是李香吗 是 何一飞 这个好美 陈锋破浪的姐姐 张力提 高圆圆 赵茴 这张太经典了吧 陈蔓 这是杨幂吗 嗯嗯 彩色杨幂 好可爱哦 拱力 对 哇刘嘉玲 皇胜一天啊 这认不出来 这好美 上文杰 真的吗 好漂亮这张 这个造型很像鲁丹士的 对没错 东洋的风格 都选好了之后要做一件事情 头发一定要从发根梳到范围 我头发现在看起来Q弹Q弹的也 发质怎么这么好 是负离子对不对 负离子 好我们给你最快的速度把它装好 先遮黑眼圈 橘色主要盖黑或者青的这种 什么质啊 露印都可以用这个方法 这张粉底 其实用一点点的去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你可以用一点点这个气垫 轻轻的拍一张 粉底之后再拍一点点气垫 实在要打造光泽感的地方拍 这张太实用了 很多人想画那种韩国的水光机 但是很多水光气垫或者是粉底 它的遮瑕都不怎么样 最后出来的脸就是又油又脏又斑驳 但是我们先用一个比较遮瑕持久的底妆 再去在该有的地方去塑造光泽感 人脸的痘印比较重 你用普通的粉底有时候也是盖不住的 对 先拿眼线头上 明眼开以后可以做打底 另外一个颜色 画在这层眼线上 把这个两个眼线混合了 微微的蓝色 在眼球的正上 现在用了偏橘的颜色 橘色有个优势在哪儿呢 往外分解的颜色 它可以正好接到我们的黄皮肤上 你的脸型中间微微长 所以可能需要一些 像眼影 像眼线 去一点有光左感的眼影 眉眼角这儿蓝眼 今天这个美貌要左刷风格 自然我觉得要让它宽一点 自然不坐坐很随意 刷睫毛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就是睫毛的根部 我们现在在特展腮红 从发技术开始涂 看起来有骨感 因为有的人现在嫌这种特别瘦 但是中段长的人太瘦就感觉更长 所以要把这个地方稍微拍一拍 分段式腮红 在两个地方都打造 对 修容你记得上一头跟你说吗 要从底下反上来涂 这样的话不愣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嘴 选择一些蜡笔 打笔的时候特别好用 待了时间久 再涂一个稍微润一点的垃圾 因为我唇色比较深 所以要遮一下 如果你本身唇色浅的话 就可以直接涂 给点唇用 再拿一点唇油 看一下 今天我们粘个小睫毛 好鲜艳的蓝色 画在摄像机包的根部 粉红 稍微眉毛上 错 我们来画另外一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杨小散 如果把这些细腌做更多的 就是 我们在几百分之下 Memorial 周团 我们在一起 你们在一起 看到一个小督毛 最